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是我们新老教材一直有的东西 没变 这个结构体系的话 它包括两类 一类是支撑体系 就是了五个 另外一个五个体系就是了六个 支撑体系的话 第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混合结构体系 混合结构体系的话 也就是我们频道所说的转混结构 转混结构的话 它的这个实用 它实应于什么呢 多层建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层或者六层以下的 它的特点是横向高度大 整体系好 但是平面灵活性差 所以我们老的那些城市住宅的话 大部分都是寻找这种 但是它的这个缺点的话就是灵活性太差了 平面灵活性差 另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 抗争性差 由于抗争性差的话 现在我们城里面即使该这种 小于等于六层的 也会大部分都是有什么 框架结构 最典型的我们的学校 学校进度的话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是六层的 当然小学可能没六层 三层四层的 是吧 因为小学的话考虑到这个幼儿的 这个体能的问题可能更低 即使大学也是六层 即使在北上往生 用的这么紧张呢 也是六层为主 服务学生的进度几乎就没有高的 你们知道这个原因吗 没想过这个原因吧 大学都是神经人 为什么也会知道六层呢 或者说北上往生 用的这么紧张 为什么把这个教学楼盖成二十五层 三十五层 把这个学生公寓盖成三十层 这都省事啊 便宜好多啊 为什么不行呢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不是消防 问题就是大学的主期时间 它是高度的统一的 比如说十二点下课 都下课 一个教学楼干二十层的话 那这个数项交通怎么解决啊 你做那么多电梯也解决不了啊 平常也不用啊 这是何其问题 所以即使北上往生 我们这么用地紧张的地方 大学服务学生的进度都十六层 那你这个用地要紧张这么贵 然后又只能干六层 就必须要有很多的建筑 来继承这个大学 所以什么办 大学城 大学城就是偏 内院 就有可能是大学城 就这么来的啊 所有大学的这个样子啊 可能大家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跟考试没关系啊 然后国家结果体系来讲了 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相对来说考虑天墙 它是一种柔性体系 柔性体系 事后一时五次以下的建筑 建立墙 想到建立墙结构的话 大家就知道 地震给我们建筑所造成的破坏 主要是什么力啊 水平力 所以为了抵抗地震的这个水平力的话呢 我们就在我们的建筑里面 专门设置什么 建立墙 当然建立墙的话 它本身的技术要求 厚度不小于一百六 然后它长度不超过八米 适合我们的住宅 适合住宅 你看 这个典型的这个建立墙呢 这个我们现在买的这些高升进度 基本上里面都有建立墙 都有建立墙 是吧 这个墙是建立墙嘛 好了 然后 框架与建立墙结合 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 框架建立墙体系 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现在城市的住宅里面 大部分都是框架建立墙结构 也就是说它能够把框架结构和建立墙 这两个的优点进行综合 它属于一种半高性的体系 半高性体系啊 建立墙成熟水平后载 我们的这个框架结构成熟 受箱后载 同体结构 这个里面介绍各种结构 适应多少米的建筑 那个米不要记啊 什么300米啊 什么270米 260米 那个玩意没意思 160米 180米 不要记 这个不会考的这个米数的啊 那你知道什么东西呢 超高层建筑都会选有什么啊 同体建筑 你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同体结构不是简单的 就是一个桶 它可以是桶内桶 比如说有外桶 有内桶 而且大家也不要理解 这个桶就是标准的圆桶 也不是 但是呢 这个同体结构它是这种什么呢 就是抗争性 是最好的 所以呢 我们都超过一种一般的使用 同体结构 内桶的话一般就作为电梯间啊 楼梯间啊 这些例题我们都没时间讲了 啊 然后 行家结构体系 行家结构体系 这个在我们的建筑里面使用的 也比较多啊 因为这后面这个都属于五概体系吧 那么这个 当然使用的更多一点的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网架结构 网架结构 特别使用于什么 大空间的建筑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场 后几楼 或者说我们的高铁站 是吧 这些使用的最多的一些网架结构 因为正因为现在的网架结构得到了大量的使用 所以呢 在最近这一二十年我们的一些大型的建筑里面呢 普遍使用 普遍使用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可能都没注意到 所以说我们有些人们很少去思考 你看看现在我们所有的地方的高铁站 当然除了我们深圳这个福田站 它是个地下工程以外 除了这个是个特殊的 其他的高铁站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这个高铁站 无论它的地位有多高 人流量有多大 比如说广州南站 比如说北京南站 北京 南站这是个很大的 武汉站等等 它的一个与老的火车站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老的火车站 如果克里面大 比如说正在火车站 克里面特别大 它有十几个后车室 但是我们新的高铁站的话 无论它克里面有多大 后车室都只有一个 普通的简单口而已 这样方便乘客 是吧 但是这就是得利于我们的这种网架结构的大量的使用 所以这种数据不要管啊 一笔事物这些不要管 古式结构 古式结构 这是我们中学 课本就知道的什么 高中桥是吧 桥梁里面使用的最多 但是在建筑里面相对来说使用的要少一些 这个地方呢 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古式结构的收立特点 古式结构里面的 这个内力啊 主要是什么 轴向压力 它主要是轴向压力的 古式结构啊 它的内力主要只是压力 轴向压力 也就是说 在古式结构里面 可以没有一根钢筋 一样都可以使用 因为它是受压力的 那么对于这个 另外的是 轩索结构的话 主要是用在桥梁里面 轩索结构 还有呢 包庇空间结构 包庇空间结构 它的内力也是什么 也是压力 也是压力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经典的 多选题呢 下面以承受着想压力为主的结构 有哪些结构 哪些啊 古式结构 还有呢 桥梁结构 而后一 中间这几个都不是 以承受压力为主的啊 我下看 结构 设计作用 下面又来了 精简的我们前面给大家说的 怎么看出的问题了 永久后宰 可别后宰 还有什么 这个偶然后宰 那么这里顺过来出题的话呢 下面属于永久后宰是哪一些 下面属于可别后宰是哪一些 顺过来出题 倒过来出题的话呢 任意收到里面的某一个后宰 反过来问你这属于哪一种后宰 反过来出题 对不对 你看 刚考的二级整体又考了一个呢 下面属于永久后宰的是哪一个 那这个最简单的 固定设备 固定在这里那肯定就是永久后宰了吧 非常简单啊 然后看结构反应分类的话 这个都比较简单啊 金后宰 冻后宰 你要注意这个里面的金后宰 是我们的感知的金后宰 不是物理里面的金后宰 从物理的角度来讲的话 世界上万石万物都是在动的 对吧 那从感知的这个角度 什么叫金后宰 什么叫冻后宰呢 他举着例子 你看 雪后宰 楼面混合宰 我们这个楼 楼板上面这么多人走来走去啊 其实它是动的 但是呢 给人的感受这个楼板是不动的 所以还是把它看成是金后宰 那么 冻后宰 我说了 是感觉上就可以感觉到的 那到底是哪些啊 你看 低声 设备整动 还有高空追悟 这个都属于明星的有动感的冻后宰 然后我想看 而后宰注入面对大小分类 这个更简单啊 军部后宰 西后宰 其中后宰 你主要是他要出题的话 就出一些 他举个的职位 你这是什么核杆 我记得有两个精进的题呢 我讲一个吧 早些年出过这么一个题 他说在那个楼 二楼的楼板上 均匀马放等高的带装水泥 这相当于给这个楼板增加了什么核杆 均匀的马放等高的带装水泥 叫做什么 没核杆 均匀的马放等高的带装水泥 当然你说给这个地板铁石砖呢 那也是灭后宰 是不是 也是灭后宰 而我记得隔墙的话 相当于什么 西后宰 这个多简单 这个问题在我们刚考的二级整题又考了呢 我因为这个又不能把这个科技做得太大 所以我把一些题整起来了 16年二级整题 18年二级整题 考的差不多 他说在装修过程中间 所说人家的后宰属于其中后宰的是什么 都比较简单 都是数分的题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的是 作为我们这个一级与二级啊 选择题 选择题 选择题这个部分的话 它并不分一级与二级的难度 就说选择题都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说这个选择题只能在二级里面出 在一级里面就不出了 没这个说法 请大家注意 好 我想看 按作用的方向分的话呢 分为什么 垂直核载和水平核载 那么垂直核载好理解结构自重啊 水核载啊 水平核载啊等等 水平核载的话呢 大家要知道两种经典的水平核载 一个是分核载 另外一个是什么 最正的水平作用力 这个比较简单啊 什么解析核载这些我们都不管它了啊 核载的结构的影响的话 这里还提到一个什么核变 另外尤其提到什么 装饰装修的时候 对结构的影响 就是装饰装修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 对这个结构增加一些什么核大 这个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种问题主要是会识别 这种问题对我们现在来讲 都是数分的问题啊 好 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说一下了 就是在这个均主构造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要分封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进度结构里面啊 有三条封 哪三条封呢 大家说得出来吗 陈江峰 还有什么 这个申苏峰 还有呢 抗争峰 三条封 有不同的作用 陈江峰是为了解决什么 低级不决于陈江峰 所以他要求什么 从基础这些端开 这陈江峰 申苏峰呢 是为了解决两边这个进度 温度引力 温度引起的这个是 这个变化不一样 流出一点空隙呢 这叫申苏峰 而这一个抗争峰呢 是为了解决地震的时候 我们进度会水平方向的摇摆 流出一个峰 让他有一个 什么 可以的活动区间 三条峰 三条峰 只有陈江峰 是要求基础断开 另外两条峰 基础不要断开 只要双部断开就可以了 那么这三条峰 我们在屏障的一些大型的建筑里面 也没看到这么多峰啊 对不对 一般我们真正的建筑里面是怎么弄的呢 三峰合一 把这三条峰都合在一起 所以呢 这三条峰 我们一般统成为 变形峰 或者说 各种峰 这个在那种比较长条形的建筑 一般都有 就像我们这栋楼啊 当然我们这里 这边隔断了 你们看不到 应该是有的 尤其我注意到我们学校那些教学楼的话 基本上那种比较长的走廊在中间 一般都至少有一条 有些有两条 那么 我们说呢 结构这里留缝了 那我为了美光的要求 我后面贴瓷砖 要不要把这个峰也贴掉啊 贴掉有用没有 没用 所以呢 你就直接在这里同步的也给它留缝 留缝了 这个缝板在这里也不好看啊 一般 我们怎么办啊 用一块铁板在做 有些就是有那个简单的 就有块比较厚的橡胶 都有吧 这个你们在走廊上 如果看到了这个 中间有一块铁板 或者有一块橡胶的 那一般这个地方就是峰 就三峰合一 三峰合一 当然这个峰里面 就不能够有杂物啦 清除干净啦 让它能够自由便行啊 是吧 好 我先看 结构构造 结构构造要求里面第一个问题 缓凝土结构的优点 哎呀 这个缓凝土的话 比如说我们是搞建筑的 就是从来没搞过建筑的 对缓凝土有哪些优点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是吧 这个我就绝对不说 但是请大家千万就别认为 这种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呢 太简单 它要得考 我告诉你啊 你看 以五年二级 以七年二级 还考了缓凝土的优点 就说这种准分的简单的问题 现在它还是我们经常出题的对象 太简单了啊 然后我下场 刚才的立学性能 这个暂时不管 后面还要讲的啊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要给大家教的是什么呢 咱们钢筋混凝土啊 可以这么说 它们是天生的一对 为什么我说钢筋混凝土 是天生的一对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不同的材料 都会有什么 热钢冷酥 那么各种材料 那种热钢冷酥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混凝土的热钢冷酥 与钢筋的热钢冷酥 在温度变化下 那热钢冷酥要相差很大的话 那你这个 沾住这个钢筋的混凝土 与它之间 是不是就会有松动啊 就鼓不紧了吧 哎 我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为什么说天生的一对啊 混凝土的 温度变化系数 与那个钢筋的 几乎是接近的 一样的 那也就说 要变长 大家一起变长 要变长 大家一起变长 所以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那么这里的话 就有一个问题了 钢筋混凝土 是钢筋与混凝土 协同工作 那么这个协同工作的话 就涉及到一个什么 粘解强度 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没考过呢 影响粘解强度的因素 有哪一些 影响粘解强度的因素 有哪一些呢 影响粘解强度的因素 有混凝土的强度 保护层的厚度 还有呢 钢筋之间的近距 钢筋这里的近距离 这个没考过 大家注意 谁是都可以考的啊 我先看 关于两代 政界面破坏 有两代协界面破坏 这里有两个经典的多选题 有两个经典的大选题 好 首先我们就看 什么叫做粘的 政界面破坏 对 我不先找花图 反无时间 所以我这里就 下载了一个图 大家看 这是个碱食粘 这个碱食粘 在粒的作用下 大家看 这是碱食粘 不是圆壁的啊 在粒的作用下 下部就收拉吧 下部收拉 上部收牙 所以 你看 如果只 加压力 加大的话 下部就会出现这种列文 这就是所谓的 正界面破坏 什么叫协界面破坏啊 经过实验发现 呗 有这样的 在靠两端的地方 有这样的协列文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协界面破坏 好吧 马上就是两个经典的多群体和两个经典的大群体呢 影响正界面破坏的因素有哪一些 影响协界面破坏的因素有哪一些 影响正界面破坏的主要因素是哪一些 哪一个 影响协界面破坏的主要因素是哪一个 两个经典的大群体和经典的多群体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影响正界面破坏的因素有哪一些呢 影响正界面破坏的因素啊 在這裏呢 兩者鄭靜民破壞形式與什麼 佩景律和一種強度傑免的形式與這些東西有關 而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佩景律佩得宗商靠拿高一 當然我們的糧要誰知為什麼 叫做什麼 石金糧、少金糧、超金糧 但是我們不能夠甚至為什麼 少金和超金 因為少金糧和超金糧都是表現為什麼 屈性破壞 只有石金糧才是縮性破壞 就是說根據我們的計算 該配多少高金就是多少高金 不要甚至為超金糧 是鄭靜民破壞 好再看 協經民破壞 有一個小協經民破壞的因素 你看 有一個小協經民收益性的因素有哪些 整跨比高跨比 和你強度等級 福金的數量 什麼叫福金 古金和萬奇鋼金 你看 為了抵抗這個協力文 所以我們在這個簡直的裡面要擱置的是什麼 萬奇鋼金 那麼萬奇鋼金的這段寫的就是正好與這個什麼 前程正教來抵抗這個協力文的 你看這個協力文的 所以未來皇子 協經民破壞可以採取哪些措施呢 天之良的 責命的最小持生 適當配置鋼金 然後呢 配置萬奇鋼金 所以 影響協經民破壞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哪一個 大家考過二級應該記得這個大選題 當然我們這裡書上沒講 對協經民的影響因素最大的是哪一個 配骨率 正經民破壞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配金率 協經民破壞影響最大的是配骨率 骨啊 郭金啊 配骨率 當然這個我們一句書上沒說這句話 都說這一句也不算多 啊 看下面兩板的收立特點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關於單向板與雙向板的問題 單向板只有兩邊收立 雙向板四邊都收立 但是請大家注意 他說當這個板呢 這個長邊的長度 大於等於短邊長度的三倍的時候呢 要按什麼 單向板來處理 要按單向板來處理 啊 這是 呃 關於單向板與雙向板 啊 對於這個單向板的配骨的話呢 收立金呢 要不置在下面 啊 收立金 主金要不置在下面 啊 對於連續糧連續板 哎 這個圖就是個連續糧 連續 連續糧 那這個連續糧 大家要注意什麼問題呢 就是 對於這種糧呢 主金是不置在下面 是吧 下面這些主金叫做正腕舉鋼金 但是他在持續這個地方表現為什麼 副腕舉 這因為如此的話呢 我們在持續這個地方也要布置什麼 就是商部也布置什麼 副腕舉鋼金 一般來講的話 正腕舉鋼金 數量要多 而且 可能直徑還要大 是吧 副腕舉鋼金的話呢 數量想的要少 可能直徑也小 這就要看具體的這個配鋼了啊 呃 往下看 前面講的是火星圖的特點 下面看氣體的特點 那麼這個氣體的特點的話 呃 氣體的話 呃 呃 它有哪些優點啊 你看看 靠壓性能好 百溫耐火 耐壓性能好 材料經濟 就地區才是各方面 但是它也有它的一些缺點 它的缺點是什麼東西啊 靠完靠解 靠拿的程度都低 另外 它不符合我們國家的 環保政策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呃 我們的這個 氣體的話 就是用的 黏土磚吧 那麼這個黏土磚的 呃 兩個問題都是 違反我們環保政策的 第一個 黏土磚 要使用黏土 這個黏土的話 就是我們的 我們在生活中 叫熟土吧 這種熟土 其實也是非常寶貴的資源 你把熟土用完了 就是我們的職位被破壞了 或者說占用了兩天 另外還有在燒製過程中 也有一個什麼 污染環境的問題 所以這個不符合我們的 國家的產業政策啊 所以呢 這種的話 它使用的並不多 在我們城市的建築裡面 現在使用的非常少了 對吧 你看 你看去年一級就考了呢 七級結構的特點 這是去年一級啊 所以像這種題 根本就沒有什麼 一級二級之分 也沒有什麼 難度不難度之分 強度的高和低因素的話 主要要考慮的因素是什麼呢 有這樣幾個 這個沒出過題的 當然要出過題 這就是個多選題吧 沙漿的強度 勾進的類型 其體的種類 支持約束條件 沉重與非同種 強體的開動 建免的形式 這個地方 我也給大家編來一句口訣 好 往下走 關於這個 陳江峰的問題 前面已經提到了 陳江峰也好 陳崇峰也好 最後我們都是 三分合一吧 是吧 前面已經講過了 缺糧 缺糧的話 大家要知道 缺糧的這個作用 是什麼 這一般是對應 鑽混結構 鑽混結構的缺糧的話 它有什麼作用呢 提倡基礎不具備成將 引起產生的拉引力 增加法務的整體性 你看 還有呢 防止因為整個產生的不利影響 缺糧的作用 有這三個 隨時可以出生選擇題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缺糧本身的技術要求 缺糧本身的技術要求 注意這個三分之二吧 注意這個三分之二 我想看 鑽結構勾勁的收力特點 鑽結構的連結 我們後面還要講 有韓傑啊 某傑啊 某啥連結後面還要講 這裡不說了 鑽結構的收力特點 請大家注意這裡有兩個經典的大選題 我說出來就知道 什麼東西是典型的收藥勾勁啊 我們這個柱子 我們這個柱子是典型的收藥勾勁 什麼東西是典型的收藥勾勁啊 你好 這兩個大選題都是考過的 柱子是典型的收藥勾勁 你好 是典型的收藥勾勁 這兩個大選題都是曾經考過的 我想看 關於結構抗爭 結構抗爭的話 首先我們就要知道 地震的 產生的成因的分類 就根據產生地震發生地震的成因啊 分為三類 書上說的三類 應該就還有一類 火上地震 勾搭地震 踏下地震 其實還有一類是什麼 知道嗎 這次是哪一個南美足球隊贏了 當地說是引起人為地震 後來說叫武士 啊 建了球啊 大家都是引起了輕微的地震 很典型的 至少大家都知道 過去朝鮮搞那個地下核心驗 每次事報以後馬上就接受到了 那就典型的是什麼 人為地震 當然現在不干這些了啊 那麼也就是說 地震的分類的話 嚴格來講還有一個人為地震 這個類型 當然現在 我們這裡沒說這個人為地震 但是大家知道我們 這個法務建築研究的 主要是哪一種地震啊 哪一種 構造地震 構造地震 那麼對於一次地震來講的話 為了描述地震的這個 所釋放出來的能量的話 它有一個什麼叫正題吧 對於一次地震 釋放出來的能量肯定是唯一的啦 所以對於第一次地震 釋放出來的能量是唯一的 而且 大家知道我們的地震的話 有什麼 五級六級七級八級 一直到十二級吧 十幾級 那麼這個地震的話 那地震的正題每相差一七 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相差多少倍 你們大概知道這個倍什麼關係吧 多少倍 兩倍還是十倍還是一百倍啊 都不是啊 正題相差一倍 所釋放出來的能量相差三十多倍 三十多倍 那也夠厲害的了啊 所以我們溫川地震是八級吧 後面日本鬼子那個佛島 海盯上洩漏這個地震是多少 九級 說實話 日本如果來得一十二十 記得就最過癮了 好 那就差不多了 一世心得明天後患 啊 那麼 我們這裡有個圖呢 對於是地震來講 你看 這是正中心 你看看 所有現在與地表的深度有關 實際上我們現在的地球 內部是十四個月都在地震 但是有些格子太深了 我們就感知不到 另外呢 地震的中心 我們的進度物啊 在地球表面的這個什麼 水平距離 所以我們這個進度物 與這個正圓的話 取具於這兩個元素 一個是正圓神度 一個是呢 水平距離 取具於這兩個元素 那麼 給我們進度所造成的破壞 一般都是淺原地震 它有淺原地震 中原地震 深原地震 那 我們如果感興趣 記下這個書 到底書上沒有 中原地震 對應的深度 中原地震對應的深度是 地表以下 六十到三百公里 六十到三百公里 叫做中原地震 所以一般你看我們 報導的這個地震啊 都是正面的深度 在十公里左右的 比較多 這典型的都是前面地震 好 那超過三百公里的那種 深原地震十十個月都有 我們都感覺不到 好 為了描述地震對我們進度所造成的破壞呢 我們根據世界上大多數的這種規則的話呀 就引入了什麼 烈度的概念 引入了烈度的概念 那麼我們國家也是按照通用的一十二個等級啊 一十二個烈度 一十二個等級來發揮的烈度 我們關於抗爭釋釋放的話 大家知道 抗爭釋釋放的烈度 六七八九 也就說我們的進度如果做了抗爭釋設計的話 是正在六七八九度來設計的 什麼意思 我們這一棟選字樓做了抗爭釋設計 釋放烈度為五度 這句話是個外行話 沒有五度這個說法 我這個同行大樓啊 最高的這個抗爭釋釋放烈度 我的釋放烈度達到了什麼 十度 這也不對 最高就是角度 六七八九度 對於這個問題 那麼根據我們進度的這個重要性啊 釋放的分類分為甲乙丙甲思維 大量的進度都屬於餅類 大量的進度都屬於餅類 這都是個事 好 看下面 抗爭勾造措施 多屬七體的抗爭勾造措施 那麼這是一個七體吧 這個七體的多屬勾造措施的話呢 一般我們 為什麼叫專婚結構呢 專婚結構有兩個地方 是表現了婚 專屬專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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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的 婚是婚禁圖嗎 兩個地方哪一個啊 第一個我們的勾造柱 誰是勾造柱 還有一個老闆 是婚禁圖嗎 所以我們叫專婚結構是這麼來的嘛 甚至勾造柱 然後呢 甚至缺糧 這邊講的缺糧 還有呢 加強強體的連結 加強老天家的整體性 這是我們多屬七體的抗爭勾造措施 這是個經典的多群體啊 經常考 能不定要拿出來考 簡單 下面一個 框架結構的勾造措施 首先我們就要知道 框架結構的 遇到地震以後 他的表現 那這個我注意到 經常出題是說這個 框架結構遇到地震以後 他的表現 或者說他的特點 那這個地方你只要記住 地震給我們進度造成的 破壞的力是什麼力啊 水平力 牢記這一條 我們的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好 純實力不要管 數學力不要管 要管這個水平力 在水平力中用下 大家看 我們這裡有柱子有糧 對於柱子來講 是一種壓力吧 混凝土是不怕壓的 所以你看看 柱子震撼大大的超過糧 因為對於柱子來講 就是什麼 玩具 對於糧來講是 壓力 所以呢 柱子震撼還是重量 然後又考慮到 這個是水平的這種力作用的話 你看對於這個柱子來講的話 上部的玩具 是比下部的玩具要大些吧 所以雙部的破壞 頂部的 要重量 角柱的重量 一般的柱呢 因為這角柱的話 兩邊都在扯 是不是啊 一般的柱子這一邊 也好考慮啊 最不好考慮的 你們最不好理解的就是什麼 短柱的重害 重於一般的重 有些人講 短的那應該說 這個玩具要小一些了 一般的 俗判的就是短柱的長柱吧 是不是啊 實際上簡單的 我們這裡所說的短柱的話 它是什麼 整個比大於二代叫長柱 小於等於二代叫短柱 那麼為什麼短柱的正還 長柱的還大呢 主要是長柱在扭轉的時候啊 嚴重比短柱的要好 短柱的嚴重太差 更加容易發生垂心破壞 所以大家不好理解的是這一句 所以這句我還專門把這個解釋啊 給大家寫進來了 這要好理解一下 那麼直到短柱的這種 發生地震的這種破壞的特定以後 再怎麼去加強它 採取什麼措施 這一系列措施的話 你看什麼 要遵守什麼 強柱啊 強節點 強毛骨 是吧 加強角柱 等等 你看這個多好理解吧 著實理解 破壞特定 這些也都好理解了 你看 剛考的二級正題又考了這個呢 這個題是去年一級考了 今年二級又考了 這就是說的 去年的一級正題與今年二級正題的關聯性 不利於提高 我考驗一個考驗性的說是什麼 不利的 加強角柱 沒問題吧 橋樑入柱 這 說法了吧 所以就是這個 橋樑入柱 第二是把柱加強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B 其他人我們就不多說了啊 看下面的 新的東西了 莊佩石建築 這個莊佩石建築在最近五年吧 我們國家大力推廣這東西 有些有些省啊是加大了推廣措施 比如說 我所在的湖南省 對於這個莊佩石建築的話 去年還專門開了一個好大型的博覽會 好多大的展成都是展出這個莊佩石建築的 而且還出來了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一些新生的樓盤的話 他都要求你 有多少是莊佩石建築 除了這些承認性的措施 這個也就是說 關於莊佩石建築這個東西啊 蠢蠢欲動 已經高了四五年 咱們的教材呢 沒修改 這一次 在我們的教材在四個地方 都提到了莊佩石建築 這是第一次啊 四個地方 後面還有 四個技術裡面也有 莊佩石建築的標誌 標準化 配件 工廠化 機械化 組織管理 科學化 這個稍微關注一下 因為後面講個五話 這個四話就不管它了啊 那麼這個莊佩石建築的 這個鋼筋連結 什麼叫莊佩石建築大家懂吧 比如說我最簡單的說 一個裝備室的板 這個板與這個組織之間要連 或者板與板之間要連 怎麼連啊 肯定是兩頭要弄出什麼 鋼筋的車來連啊 所以 裝備室建築一定是要有鋼筋要想連的 那麼這個要連的話 才有哪幾種連結方式呢 這個鋼筋的連結啊 有這樣幾種 鋼筒 斑角連結 漢節 機械連結 還有呢 預留孔中打結連結 有這樣的幾種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根據我這麼多年來 考清班的複習經驗 新家的東西 同一年 對我們來說 反而是最好考的 新家的嘛 所以 頭一年的話 他可能就考一些什麼分類啊 什麼特點啊 什麼中用啊 考的比較直觀 所以這裡 裝備室環境圖鋼筋連結分為 這幾種連結方式 這個腕筋是可以作為一個選擇題 大學或者多選題來出來 好 然後 裝備室環境圖的特點 這個特點 當然出這種特點的溫大體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 你要去理解 你看看 為什麼要提倡裝備室環境圖啊 最短建設工具加快10公斤度 有利於冬季施工 我們南方可能沒這個感覺啊 你要是北方 感覺都知道 到了東北 每年的11月份 基本上所有的印度工具就停工了 為什麼 溫度那麼低 根本就沒辦法再做了 交到環境圖也一直也不能夠 行程強度 行程強度 如果說裝備室環境圖的話 在東北一樣都可以施工 有利於東北施工 然後呢 我們預知東北施工 效率高 產品質量好 安全防保 這個簡單 減少物料的損耗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這個特定吧 至於這個四個花已經不是這個特定的名字了啊 然後 裝備室建築生產方式的五花 我說了前面那個四花不看 看這五花啊 設計標準花 補品生產的工廠化 就是工廠化生產 然後呢 施工現場 裝備化 結構裝修一體化 還有呢 建造工程的 齊齊化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裝備室建築 生產的五花 那這個隨時都可以作為多選擇主題 它的優勢 保證質量 降低安全演化 這個為什麼能夠降低安全演化呢 因為它現場 事情就少了 對不對 而且還有一個 大家都知道咱們建築行業的 工人的入職的門檻是最低的 所以你看我們建築現場那些 合同的農民工 有些十八萬萬的都有 是吧 你看其他的任何 好業的工人 基本上都要經過專門的培訓吧 有些還要培訓幾年都都有 但是就我們建築好業的工人的話 文化水平很低 也不要經過什麼培訓 才可以做 但是它的文化水平數字一低的話呢 就可能容易 不知道安全演化 可以有可能做成安全事物 如果用裝備是進度的話 這個必須要有什麼 專業的安裝隊伍來安裝 這樣的話就總提了安全的有關 提到生產效率 降低了人的成本 那都是工程化生產 是吧 然後呢 節能環保 節省污染 還有呢 延堂壽命 這裡都是說它的優勢啊 但是現在直至的沒提出它的缺點 因為現在正好是大力推行的過程 就不說它的缺點 什麼東西一方二位啊 你說這個東西是萬能的吧 當然它這個說法確實有點慢 規定就沒有一個缺點了 不見得啊 不見得 其實80年代末期就有這種 裝備是進度的萌芽 我們那個時候就推出 不知道你們所在的 或者你們知道嗎 就包括我們學校那個時候是 單位自己幹的 教室書室嘛 是吧 單位分配住房 我們學習的有兩棟 叫做板房 就是外場 確實板 一塊板一塊板的 就是現在的 裝備是進度的萌芽吧 那兩棟板房 80年代末期的 在五年前 圍起來了 把所有的人都撤出來了 圍向外面到處寫 圍一房前屋靠近 現在已經沒用了 啊 當然那個時候是 怎麼是印度的萌芽吧 還不成熟 不成熟 另外 住 這些住在那個 大房的老實講 根本就住不在那個房子 夏天熱得要洗 就是這麼包的一個環境都板 住外牆 你說熱不熱 啊 然後家裡要 在牆壁上去裝個什麼 掛件的話 沒辦法裝 一張一張不住 一打動的話 它裡面是空心板 一打一個 一下就通過去了 一點都不好用 啊 當然我們現在不說這些 往下看 裝備是混淫土建築的分類 它分為什麼呢 這個具體分類啊 這個不要管啊 它為什麼什麼 我們一個個往下看到是可以 全域製裝備是結構 域製裝備是整體式結構 那麼全域製裝備是整體式結構 那麼全域製裝備式結構是指什麼呢 所有構建在工廠生產 運到現場進行裝配 而我們一些新興的結果啊 就是這個裝備 和這個組裝配工廠生產 基本是這個組裝配 一般採用的是什麼 柔心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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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啊 其实这一处都是来自于研究单位的 对吧 就是来自于进入研究单位 或者是高校 高校是一个研究的主力军 其实我高工作不久吧 就参与过我们学校一个老师搞的一个课题 就是专门研究叠合结构 做了大量的实验 是不是叫叠合结构给大家说一下你就有一个印象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脚踩的这个老板 脚踩这个老板 规定至少要多少毫米啊 这个是一个精力数字吧 8公分吧 80毫米 顶板的话呢 至少什么 60 这是规定 好 什么叫叠合结构呢 我们在工厂化生产一批老板 本来要8公分呢 我先不生产8公分 只生产3公分 8 4公分 8 5公分 就说不一定是标准的8 生产一部分 还弄一些 正好外面要露一层钢筋露到外面 晕到现场以后 钢筋还在做一定的连接以后 再缴上面这一层 这就是叠合结构 简单的就是这么理解啊 叠合结构是分两次的 交入的 那我们可以马上小心得到的是 这种叠合结构推广 而且作为首先的研究单位要研究什么 是吧 我这个叠合结构的话 至少首先的功能不能够弱 安全要更高 是吧 就是我更加安全 比如说同样是8公分 我叠合结构的8公分 有那个传统的8公分 那是不是结约刚才了 是不是这个强度还超过以前的了 这些都要经过 验证了 验证可以了 现在发现 确实大大的比这种传统的 直接交8公分的还要好 那推广以后 你看看我们这里要装这个楼板 先把叠合板摆下来 再去交混凝土 至少省掉了好多事啊 我们新教的话要做模板做指甲 现在你看看我又没模板又没指甲 先把这些叠合板一拖 上面就直接交混凝土 这都省事啊 省事多了好 所以呢 这种叠合结构我不说一下 大家可能就还不知道什么的叠合结构 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好 然后呢 这个 预制装配整体式结构通常采用强连接点 强连接接 越良好的整体性能 越有足够的强度高度严信 还要能够安全的抵抗地震力 所以这个当初我们都做过这个实验 大概对于哪个年来就是 在八九九几年吧 九八年九九年的几年 做了大量的实验 我们啊 当然当时我年纪比较轻吧 跟着他做啊 我先看装配是钢结构 装配是钢结构 使用于什么东西 啊 这个稍微看一下就行了 适合软弱对机啊 安装容易啊 事故快啊等等 那我们看一下 主体结构体系 包括什么 钢框架结构 钢框架支撑结构 维护结构 无盖结构 包括这四个 是吧 这稍微看一下就行了 而且包括你比如说维护结构 又包括什么 呃 结构功能啊 热功功能啊 立背功能啊 隔身功能啊 等等 这个都稍微看下去了 相对来说 装配是结构 第一部分结束的简单 它是做结构介绍来的啊 装学结构 装配是装学结构的话 你看 呃 他这里说 呃 将大部分的在室内装学的工作都通过流水线来生产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我们的工厂化生产的东西 关上来一个高大上的装备式的名字 你看它 具体的意思了 我们的门 床 床套 除脚线 床 橱柜 这些东西在提出这个概念之前一二十年就有了吧 尤其是咱们广东的家居 嘲笑全国 我们湖南嘲笑好多家居 最后 那家居是专门跑到东国去买家居 跑到我们广东来买家居 这个东西未必还叫装本市啊 这是不是一个残层的东西 逛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啊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啊 它的特点是什么 模块化设计 标准化制作 皮料化生产 整体化安装 这个装备式的装修的话 早是 大家 大家太能理解了 是不是 因为现在 劳动力成本太高 所以尽可能的 都是用这种呢 现成的 这种 呃 比如说床铺的话 极少家庭是这个装修的时候 就床铺的是吧 早就是都是买床铺了 我还注意到一个最简单的 你比如说 好我们现在 这个桥上这个铺瓷砖 这边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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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地方 这老的做法是什么 那 那你首先要在现场 把这个瓷砖 要磨那个四五度的脚吧 现在 都不要了 直接买那个什么 脚线 贴就行了 这都是为了 降低 这个劳动力的 应用成本 所以大家都注意到没有 现在家庭装修 假设你这次房子装修 花二十万 你的原材料可能还不到二十万 你的工程可能还要高一些 就是现在的还是这样 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了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简单问题 套上的一个搞到少的一个名词而已 好了 这一次的多门事进度就结设这么多 后面还有两三次 总共有四次要结设这个东西 就从结构来讲 介绍了一点点多门事 好了 下面我们看 比 相当于比 仪藏的第二大节 关于进度材料 进度材料 首先我们直接看水泥 水泥的话 那标达水泥的强度最高的 是龟三业水泥 龟三业水泥可以配置 水泥的出场的标号 最高可以达到六二五 六五 最低的话呢 是三二五的 三二五的 那么说不出一个简单的表格 15年的考规一个整体呢 大号为PO 通用龟三业水泥是哪一种水泥 那就是普通龟三业水泥 水泥水泥 好 这些水泥的话 这就是要求 包括什么 凝结时间 安定性 强度 深度 这几个指标里面 有两个是核心指标 就是这几个特点里面 有两个是核心的 一个是初年时间 另外一个是什么 安定性 初年时间与安定性 这两个指标 如果达不到要求的话呢 这个水泥就是 废品 不能用 其他指标 达不到要求的话呢 可以什么 交集使用 所以这两个指标是最重要的 当然 初年时间怎么定义的 中年时间怎么定义的 就是老掉了牙的考点 然后 这个初年时间都不能够短于四十五分钟 就说从加水到开始失去树心 这短不能少于四十五分钟 六大指标都一样 而中年时间的话呢 归身于水泥的话呢 不能太长了 归身于水泥不超于六点五小时 而其他的呢 不长于十小时 这个啊 这么长次的问题 你看在18年代二级 刚考到二级又考了呢 中年时间不得长于六点五小时的水泥是哪一种 那就是归身于水泥吧 是吧 还在考 好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在最近在考题里面还有 好 至于这个安定性呢 就是水泥在硬化过程中间的体积的什么 变化的均匀性 当然均匀性越好越好 均匀性越均匀越好 然后关于强度 有强度等级 审判家对这里有两个适合出大选题的 三天二十八天 抗压强度抗车强度 这两个都是适合出大选题的 就是用交杀法测定水泥在三天二十八天 对 抗压强度抗车强度 这两个我用颜色标注的 都是可以出大选题的 好 那么我们这次教材加了一句话 关于早潮水泥 早潮水泥的话 主要是第三天的抗压强度值啊 比一般的水泥要高出什么 四到六到八 其实真正到了零七以后呢 他的强度值啊 跟一般的没区别 二十八点的强度值啊没有区别 好 我下看 我不知道我们在做的到底有多少人是第一次考的啊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去你听给我课的 当然我不希望去你听了我的课的你又听我的课 这是我真不希望的一种情况 但是我面对的必须是比如说是第一门来听我课的学院 是吧 那么这个书上一个大表格 接受了六种水泥的特性 所以他分成两个队 啊 啊 南队 红队 啊 我红队 把它分成两 两个队容 第一个队容 龟三一水一 普通水一 就把前面两种啊 把前面两种做为一个队容 后面四种做一个队容 这两个队容去匹克 匹克就是对比吧 那这一匹克的话 就正好能够对比出完全不同的四个特性 就说这四个特性啊 这两个队容正好是反的 那四个呢 我们重新取个名字吧 把前面这两种叫做藏原水泥好不好 藏原水泥的早期强度高 另外四种呢 藏原水泥的水化人大 另外四种呢 水化人小 啊 藏原水泥的靠动性能好 另外四种呢 靠动性能 差 藏原水泥的靠前实性靠副性差 另外四种呢 好 看到没有 正好是一阵一防的 这是总体来讲啊 就把这四个特性比较出来了啊 比较出这四个特性以后啊 还有一些小的要请大家注意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出题啊 是越来越往细的往上出题 我刚才随略的是把它分成了两个阵容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阵容 龟声音水泥和普通水泥 就是草原水泥的这两种 它这两种水泥我们把它搁在一家 但是这一家呀它还是有区别的 你们仔细去看 对这个什么 这个龟声音水泥与普通水泥 它这些描述的词 仔细看有差别 有什么差别 龟声音水泥去描述这些特性的话 基本上都是用的什么 肯定的描述 对于这个普通水泥的话 都使用了一个什么 鼻脚的意思 脚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进一步再问你 龟声音水泥与普通水泥 哪一个的水化润更大 那应该就是什么 龟声音水泥了 这个题好像在14年还真考过呢 在14年吧 我这个题还有没有 可能已经删掉这个题了 就是考过这个 就是那一步啊 再进一步比较的话 龟声音水泥用的这些词 相对来说更肯定 而普通水泥用的不太肯定 比较而已 啊 脚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 这六部水泥啊 有两种水泥 分别有一个个性 其他水泥都没有 只要我才有这个个性 这又是适合出大雪泥的地方了 哪一个啊 大家看 火山火山水泥 它有一个特性 其他水泥都没有 什么特性呢 靠身心好 这种问题啊 大家如果头一回接触 因为你听课觉得很轻松啊 后面是不是你接触了呢 难说 说有些问题 我一个方面给大家并口诀 这是一种经济方法 有些问题可以联想 瞎联想 啊 跟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啊 跟生活中的某个人的人民啊 地民啊 瞎联想 你只要联想得起 能够联想一次 就永远记住了 你看看我这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我帮你联想吧 火山灰水泥 我怎么联想呢 最近不是正好那个什么恶寡多 火山爆发吧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那个 岩浆不停的流吧 那你想一想 那岩浆那水还撑得下去吗 是不是下去吧 火山灰水泥 火山爆发有关嘛 是不是 火山有关嘛 联想一次就够了 要去看下面 粉梅灰水泥有一个含有特点的地方是什么 靠练性好 任何水泥都没免负这个特点 这怎么联想呢 我当时下的一小时这么联想的呢 粉梅灰水泥 他都变成了粉子了还怎么变啊 没办法再变了吧 其实也该讲都是粉子 是不是 但是他的名字上面就有粉梅灰这个词 是吧 都变成粉子了 你说还怎么变 没办法再变了吧 当然 我这么联想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 有联想到了 能够记住那就是好事 是不是 只要能够记住 你管它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好 这是这六种水泥的特点 咱们书本社有这个大表格 艾舍书本社又有一个表格 那个表格是这个表格的推广 所以那个表格就不用玩了 他具体就是说 哪一个部位 什么东西 要用什么水泥 比如说有个金顶的题 他说 在水定工程里面进来个大坝 最好使用哪一种水泥 大大所使用的这个火星图 最好我们说的是什么 典型的大体系火星图吧 大体系火星图 我们应该要用什么 水化热 小一点的 那就肯定是在这四种里面去选 另外一就是大坝的话要靠深 正好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 火山火水泥是考生的 所以大坝水泥最好使用火星图 这曾经是考过的 包括这些题我们都不管大家 然后往下看 关于水泥的包装去标志 那么这里面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 可以说任何人都看得过这东西 是不是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仔细去考虑 这里是有规定的 咱们这种大坝水泥的包装 带上面的颜色 它是有特殊的含义的 一般的如果含义自体的像这个 表示什么 表示龟水泥水泥和普通龟水泥水泥 如果说是含义的 刺死律水的呢 律水马上就相当于环保有关吧 狂杆水泥 狂杆本来是非物是不是 并非为宝 那所以用律水这么一 就临生起来了吧 当然他这种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不懂 不就追究 至少我们可以这么去联想是吧 狂杆是一种非物 并非为宝 又变成了水泥的原材料 是吧 所以是有绿色的 所以就是这个红色有绿色吧 所以那个黑色的蓝色的 就可以不管了 好 这个包装带上面这些自大原始的 PO 什么意思啊 普通水泥 普通龟水泥水泥 然后这个32.5 表示这个水泥的什么 标号 相中 三二五代 后面那个二 就是什么 造船型 造船型 这是带装水泥 如果散装水泥的话呢 那就是说要提交什么 小英的这个散装发货的时候啊 要与这个带装标志相同的内容的一个卡片 也叫这个 然后关于刚才 刚才的话呀 首先问大家一个简单问题啊 我问你 快速的告诉我 刚才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你看好多人说碳吧 你在考试的时候就是碳了啊 那就是木材了啊 刚才的主要成分是铁 整体考过来 它跟有人就打碳 你看那就坏了毛一出来 哎呀怎么会再等话的错啊 我提醒大家 哦 主要是铁 它所含的微量元素里面主要的是什么 这就是碳了 而且碳的含量的多少 对钢的使用的性能影响非常大 所以就有什么低碳钢 中碳钢 高碳钢的说法 我们连起后面来 给大家先连开 哎 我说啊 这个钢的含碳量越高 它的可汗性是越好还是越差 越差 这个可以把后面都连起来啊 钢的含碳量越高 好 碳版量越高 口汗性越差 我们连起来 好 中碳钢 低碳钢 高碳钢 这个数字倒是不要记 啊 这个什么0.25%啊 百分之0.6%啊 这个都不要记啊 然后下面大家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钢里面呢 有三种大类 一类是什么 碳数结构钢 一种呢 油脂碳数结构钢 还有一种什么 啊 低合金高长度结构钢 坏了 我们这里要记的是这个 这三种钢 分别可以用在 什么地方 这可以出多选题 又可以出大选题吧 这是顺过来出的题 倒过来出题 说到某一个具体的结构 问你这个要使用哪一种钢 我马上跟你说 我马上跟你说 我说那个钢脚线 毛巨 要使用什么 油脂碳数结构钢 然后曾经一级考过的一个真题呢 他说 大帕度的桥梁工程 所以这个题的这个东西是在后面啊 我想看 常用的建筑钢材 这个少我留了一下就行了 常用的建筑钢材的话 他主要是对于这个钢板呢 有 厚板与薄板之分 超过4毫米的叫厚板 小于等于4毫米的叫薄板 薄板主要用的是什么 光束里面 而厚板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用在结构里面 结构里面 钢管混凝土用钢 这个倒是 在我们建筑里面不是太多 这个可能用的多的是什么地方呢 是我们的那个 拱桥 这五城市里面 包括我记得 真的我没有注意到 至少广州那个足球上面 就有一种这样的桥 你看就知道 红红的 大拱 圆管的 我们把这个叫什么 钢管混凝土 这个管子里面是充了混凝土的 而且凡是这种钢管混凝土里面 如果充混凝土的话 按照我们国家现在 这个混凝土相当最高等级来配 我现在最高等级是多少 C80吧 C80 最高等级是C80 我曾经就 也是跟老师做过这样的实验的 他们搞的那个钢管混凝土 根据国家规定最高C80 他说我们这个强度实际上达到了C90 包括没有C90这个说法 就是说达到了C90的强度的要求 钢管混凝土里面配置的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是相当高的 相当高的 这样才能够实际上达到的协同作用 一般在桥梁里面用的多一点 在咱们建筑里面稍微少一点 好 然后看下面 钢管混凝土的结构用钢 这边注意 咱们建筑工程里面使用的最大的钢的品种是什么 热炸钢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大选题 咱们建筑工程里面使用的最多的是热炸钢 好 下面就是一个我们书本上的一个金顶的表格 那么这个金顶的表格也是金顶的出题的地方 当然我和你们都是我的科技学习没关系啊 我这个表格我就没有辅到科技里面了 这个科技里面就落在了一些什么 不同的钢筋的什么 呃 型号 那么请大家对 去区分它怎么区分呢 在钢筋的型号的那个 钢筋的型号的那个全面那个数字里面 凡是带有英文字母P的 第二个呢 表示什么 圆钢 叫做光圆钢 但有英文字母二的呢 表示什么 鲁文钢 这是第一个区分 第二个区分 它还用那个希腊字母范 来表示持经 对不对 好 凡是希腊字母的范 是干干的一个范 就表示什么 圆钢 然后在范的下面 加一道钢 就表示什么 鲁文钢 从这两个地方去识别 懂了吗 就是又是一个均顶的大群体或者多群体 下列表是光圆钢的是哪一些 下列表是鲁文钢的是哪一些 这个经常出这个题 好 还有一个问题呢 这里呢 这是一个最讨厌的问题 对大家来说非常不舒服啊 是什么 强曲比 曲强比 曲强比 曲强比又叫超强比 强曲比的话呢 是刚进的实在抗拿强度之与实在的趋护强度之比 他说啊 不应该小于1.25 哎 超曲强比 或者说曲强比的话呢 是实在趋护强度 与趋护强度的什么 啊 标准之 有意思说 曲强度的实在是与标准之之比 这个呢 一般来说啊 不大于1.3 啊 曲强度实在是 啊 与标准之之比 不大于1.3 对这两个东西啊 大家特别的感觉不好记吧 虽然是我们在金鲁材料里面讲过的 所以呢 我今天 在比较过年的时候 比较重裕的贝壳世界里面 我就给大家编了这个口诀看 对大家有一点用没有 我怎么编的呢 强躯皆实 什么意思啊 都是说的实在是吧 对 我们说这个强躯比的话 实在扣强度之实在 最后想通 是不是 强躯皆实 瞎先要 瞎先之 不小于嘛 是不是啊 不低于要 我 后面那个呢 超曲曲强 他说的一个是 一个意思 啊 曲强比 超曲比 啊 上些呢 130 看看我有这个口语 是不是对你有一定当中 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 啊 我当然我还多说一句话 就是这个什么 总的生长率 不小于9% 什么意思啊 钢筋是一种树心指标 树心的材料吧 被拉长9%都要不断 这是我们的国境 好 请加这句话 再来看下面的 你看 这个问题是一三年一级的整体 一三年啊 一三年的一亿整体也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有一些主要数据 看那强度实在是 曲弧强度实在是 实在重量 然后呢 曲弧强度标准值 曲强度标准值 理论重量 给了这么多数据 然后他下面的问题是什么 清算强曲弊 曲强比 曲强比 中量偏大 并且要你判断是否符合我们规范要求 你看看 这样是一三年的题 一三年五年之前的一个题 现在来考我们 过分吗 那就太简单了吧 但是是不是每个同学都简单了 好像不太简单 所以我就给大家编了这句口诀 看对你们是否有一定的帮助 好吧 你看 这个题是今天的题 下来到你牌要中间属于光源钢 那是什么 就是源钢吧 好吧 我上午就到这里吧 好像是已经都12点了 正好12点 好 上午就到这里